上个星期我拍这个给你议员的 这个做先知的恩赐 但是我觉得说 我还没有要跟你们分享这个东西 我觉得要讲方言的恩赐 方言恩赐了之后 才跟你们讲这些 议员的恩赐 还有方方言的恩赐 但是今天我还没有跟你分享 这个方方言的恩赐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走一年来 还有我们在讲这些圣灵的 讲这个叫做圣灵论 但是圣灵论 不管圣灵有多好 圣灵有多棒 包括圣灵能够使用你们怎么样 包括你能够 如何去了解圣灵的运行和动工 但是如果一个人 我再强调 如果一个人若不被神破碎 灵就不出来 破碎是一个关键 让圣灵 圣灵才是 破碎是一个关键 圣灵决定说 这个人是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 人不破碎 就不能 所以因为这么一样 我觉得这样 在讲这个恩赐的一个时间 我想用二十分钟 每一次的二十分钟 来去看 来读这个 这个来再发下去 我给你们一份 因为我有准备 这个是 这个是 尼错生系的 OK 尼错生 是我其中一个最尊敬的一个老师 因为他把上帝的话语 他真的有 嚼劳的恩赐 他把上帝的话语 写破的很详细 然后 这个啊 我300告诉你 这本书呢 它是一本书来的 但是我把 诗 诗 诗诗 一张一张永续读 这本书我最少有读过诗 每一次读 每次感动 每一次读 每一次感动 然后觉得很重要 每一次读 我都每一次得到 圣灵的那种的 动物在我们身上 他主题叫做 人的破碎 以灵的出来 可以我们一起读吗 经文的 经文一人读 一个可以吗 来读这个开始 一个 你不惊讶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部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借出许多佛 许多利来 天安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神的话是否 一个 神的大事火化是有空下的比一切 两人的 这些更快 神自魂与灵 五节 五节 五节与五水 都能释入 过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泛明 并且被造的 没有印象在他面前 不选拦的 连连弯入在 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测入掌牌的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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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十二 十三 十三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尘事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尘事拜他 约翰福音四 章二十三 节字二十四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认识从神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语言 认识乃是用圣灵所教导 所指教的语言 将属灵的话解释 属灵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蠢 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圣灵的人 才能看脱 哥林多 二章 哥林多前书 二章是一节十四 那叫我们能承担 这心灵的知识 不是凭着积聚 乃是凭着经义 因为那字句是教人死 经义是教人活 哥林多后书三章一节 懂我怎么懂 感觉真的 我在他儿子父音上 用心灵所服侍的神 可以见证我怎样不出地提到你们 罗马书一章九节 但我们既然在困我们的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立法 叫我们服侍主 要按照心灵的信仰 不按照遗文的旧仰 罗马书七章六节 死立法的逆程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身上 因为随肉体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是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是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 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立法 也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 不能得神的死 罗马书八章十字到八经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 节制这样的事没有立法禁止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加拉开书五章十六 二十二节至二十三节至二十五节 OK 这些经文啊 这经文也会从里面一直在repeat 第一章 获税的警告 我读哈 每一个服事神的人 迟早都会发现拦阻他工作的 每一个服事神的人迟早总要找出 他工作最大的难处就是他这个外面的人 这个外面的人就是拦阻使用灵的 本来每一个服事神的人可以都能够使用他的灵 都能够用灵与神同在 用灵认识神的祸 用灵摸人的情形 用灵将神的祸送出去 也能够用灵摸着和接受神的启示 但是因着这个外面的人的打扰就不能使用灵 许多服事神的人不能做基本的工作 就是因为他外面的人没有在基本上受过对付 这个基本的对付缺一缺稿 结果就不能做基本的工作 任何奋信任何的热忱任何的苦求都变做百花功夫 只要这基本的对付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有用的人 明白啊 继续下去 里面的人 什么是里面的人 我外面我们一起来看啊 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 按着我里面的人 我是喜欢神的祸 我们里面的人就是喜欢神的祸的 以佛所书也给我们看见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刚强起来 保罗在别的地方也给我们看见 外面的人虽鬼坏 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是一天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 圣经把我们人分作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 神所住的那个人是里面的人 明白啊 神所住的那个人以外的人是外面的人 明白啊 OK 本句话说我们这个人的灵就是里面的人 一般人所感觉得到的人就是外面的人 我们里面的人是穿上一个外面的人 好像穿上了一件衣服一样 神将他自己摆在我们里面 神将他的灵摆在我们里面 诶 重复到哦 将神将他的生命有能力都摆在我们里面 乃是摆在我们这个里面的人里面 在这个里面的人的外面有我们的思想 有我们的情感 有我们的意志 最外面的有我们的身体 我们整个肉体 简单来讲是灵魂体 OK啊 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能为神做工 就是他里面能出来 里面的人不能冲过外面的人而出来 这个侍奉神的人基本的难处 里面的人要出来 必须冲过外面的人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准认准 我们的工作第一个难处 并不是对方的身上 而是我们自己的身上 你看啊 我们里面的人是一个受监禁的 像关在监牢里一样 我们的灵就像被单子照着一样 不容易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学习 怎样让我们的灵冲过外面的人而出来 我们就不能做工 没有一件东西能难住 我们像这个外面的人一样 我们的工作能不能有活效 就是要看我们外面的人 有没有被主打碎 里面的人经过这个破碎的外面的人而出来 这基本的问题 主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 让里面的人有一条路出来 里面的人一出来 许多的罪人都要蒙福 许多的基督都要蒙福 死而见子弟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告诉我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 人就是一粒 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弟来 生命是在麦子里面 麦子外面的一层克子 相当厉害的克子 这一层克子一天不破裂 麦子一天就不能生长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 这个死是什么 就是它里面的温度水分等等起了作用 使到这个克子裂开 克子裂开了 然后麦子才能长出来 所以问题不仅是里面有没有生命 并且外面的克子有没有裂开 这段经文的下文 说人若爱惜自己的生命 就要失去生命 人如果憎恨自己的生命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外面的克子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里面的生命 就是他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 如果让里面的生命出来 外面的生命就损失不可 外面的不破碎 里面的就不出来 在全世界的人中间有一半是有主生命的人 在这么多有主生命的人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形 一种是生命受限制 生命受包围 生命不能出来的人 一种是主在他身上打通了一条路 生命从他身上能出来的人 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生命 乃是怎样可以让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 我们说需要主破碎我们 这并不是一种说法 也不是一种道理 乃是我们这个人应当被主破碎 不是主的生命不能遍满全力 乃是主的生命被我们锁住了 不是主不能祝福教会 乃是主的生命被锁在我们里面 被监禁在我们里面没有露出去 外面的人不破碎我们永远不能变作教会的祝福 我们也不能盼望私人能从我们身上蒙福的恩 来来来来接下去 一平要打破 圣经告诉我们 有真纳大香膏生是不是 对啊真纳打 神的话特意把真字放在里面 是真纳大香膏 实实在在是属灵的 但是一平不打破 真纳大香膏就不能出来 其兮 许多人还在欣赏一平 觉得一平比香膏更值钱 许多人还以为他外面的人比里面的人更宝贵 这是在教会里的难处 你宝贵你的聪明 以为你自己是了不起的人 他宝贵他的情感 以为他自己是了不起的人 许多人宝贵他的自己 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得多 口才比别人好 做事比别人坏 下个卡断案比别人准 但是我们不是玩古董的人 我们不是欣赏一平的人 我们乃是要文着相高的人 外面的不破碎 里面的就不出来 这样 不只我们自己没有路走 并且连教会也没有路走 所以我们不能一直那样的宝贵自己 圣经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圣灵 圣灵 圣灵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圣灵在几多人身上都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一个遭遇一个再一个遭遇再来一个遭遇 一个事情一件事情再来一件事情 这些圣灵的管制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打破我们外面的人 也就是拆回我们外面的人 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冲得出来 但是我们难处就是在这里 我们下围受一点难就 为难 难为啊 难为就不平 下围受一点挫折就发怒言 主是在那里预备条路要用我们 但主的手刚在我们身上摸一下 我们就不乐意 甚至就和神闹一见 就消极 自从我们得救到今天 主多次多方的做工在我们身上 目的就是要拆回我们这个人 不管我们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主的目的总是要拆回我们这个外面的人 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讲到你们的工作吗 你们这样都有经历 OK 上帝有的时间你们没有时间 上帝可以延迟破碎你们的工作 破碎你们的生命 因为你们被哎呀 听哎呀 坎坷 你就上帝就延迟 延迟你就延迟吧 你就被上帝使用的延迟 不是上帝不能用你 也不能是上帝不要用你 你也是在被上帝在用着 但是 常常牧师里 牧师有讲过 用有五用 一个是少用重用使用不用还有什么用我忘记了 总之看你在哪个阶段 你延迟对上帝来破碎你就延迟给上帝来做 不要羡慕别人 哇为什么上帝你用它这么重那么力 那么多哦 为什么用我这么少 因为你不愿意破碎 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这个 你延迟他写的所有把 人经历都写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啊啊啊啊 Joanne接下去 宝贝 宝贝是在 抹气 抹气 但是需要 谁需要你的 抹去 教会所缺少的是宝贝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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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不是 不是我去 世人所缺少的是宝贝 诶诶你不要挑啊 教会所缺少的 好啊 教会所缺少的是宝贝 不是我去 世人所缺少的是宝贝 不是我去 他就讲了 我去如果没有打破 谁能看见里面的宝贝 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世道 你会做什么 就是那里打破我们这个火器 打破我们这个疫情 要把我们的外客打破 主盼化在祝福他的人身上 能有一条祝福的路通到世界去 这是一条祝福的路 也是一条有血忌的路 血忌 血忌的路 的确确是有血在那里 有伤痕在那里 这个外面的人 这个外面的人是破碎 是何得的紧要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就绝对没有工作 我们把自己的奉献给主 为主 归着侍奉主 我们就得意被破碎 我们在这里不能放松 不能保留自己 要让主把我们这个外面的人 完全破碎了 让主的工作有路可以出去 所以你遇到问题都还像 你一闪的越多 你的破碎过程越久了 所以每一次事情都发生 不要你 你要去选择去面对 而不是逃避 你越逃避的越多 你的破碎的过程越久 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替自己找出来 主在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用意 有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就是有许多人 主在他身上做什么事 有什么用意 他自己不知道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找出 到底主对于我们有什么用意 当主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我们一生一世 所经过的事 每一件事 每一件都是有意义的 主没有摆做一件事 当我们明白主的目的 是为着要破碎我们外面的人 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 每一件的遭遇 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主在那里 要达到同一个目的 就是要撤毁我们这个人 要破碎我们这个人 但是有许多人 主的手还没有动 他们已经不乐意了 我们要知道 主所已经给的那些经历 主所已经给的那些困难 主所已经给的那些招律 都是为着我们最高的好处 我们不能盼望主给更好的 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如果有人到主面前去求主 说主啊 请你让我捐选一件最好的 我们相信主要告诉他说 我所给你的就是最好的 你每天遭遇的就是你最高的好处 主为我们安排的一切 目的就是要撤毁我们外面的人 我们外面的人被撤毁 灵就能 灵能够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有使用灵的可能 灵白啊灵白啊 这边很清晴白啊 破碎于时间来看 破碎于时间 主是用两种不同的取动 来破碎我们外面的人 一种是积极的 一种是继续的 一种是继续的 一种是突然的 什么叫继续 就是累计 有的人主给他一个突然间的拆毁 后来顿尽顿 逐渐 逐渐的在拆毁他 这是突然的在前 继续的在后 有的人是天天都有 都有遭遇 天天都有事情 到有一天主突然给他一个大的拆毁 这是积极 继续 继续 这样我醒觉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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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后一般人的被破碎 被拆毁总是这样 不是先突然 后继续 这就是 就是先 继续 继续 然后突然 一般说来路走的正直的人主也总的 花几年的工夫在他身上才能做成拆毁的工作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教他住短 这个时间我们不能教他住短 却能教他拖长 在有的人身上经过几年的工夫 主能够做成这个工作 但是在有的人身上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好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没有一件事更可怜过 浪费神的时间 有许多 有许多 神小姐看到福送停一下 不要一直重过 有许多时候 许多时候 教会不能蒙福 是因着我们 我们的思想能传到 我们的情感能鼓励 能鼓动 人的传到 但是 我们不能使用灵 神不能借着我们用他的灵来摸着人 这样我们把时间拉的太长 损失的非常大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从前没有一次彻底的奉献 我们盼望现在能彻底的将自己奉献给主 说主为这教会的前途为这福音的前途为这你的路也为这我我个人的生命我把我自己无条件无保留的交在你手里 主我乐意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 我乐意你从我身上打出一条路来 我们一时听见十字架 也许听得很熟的 但是研究什么叫十字架 十字架的意义就是破碎外面的人 十字架是死外面的人死了 是死人的克制裂胎了 十字架要把你外面的人的一切都毁了 要把你的意见毁了 要把你的办法毁了 要把你的聪明毁了 要把你的自爱毁了 就是要把你的一切都毁了 你外面的人一切被拆毁 你里面的人就能出来 你的灵就能被使用 这条路是清楚的 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外面的人一被拆毁 拆毁 拆毁 我们的灵就容易出来 像有一位弟兄认识他的人都承认 他是一个思想非常好 意志非常强 情感非常冷 非常深的人 可是遇见他的人 总结得 是遇见他的灵 不是遇见他那刚强的意志 聪明的思想 又冷又深的情感 人每逢与他交通的时候 是遇见一个灵 一个干净的灵 缘故在哪里 就是因为他是个被拆毁过的 又有一位姐妹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非常快的人 思想快 说话快 认罪快 小心快 私信也快 可是遇见他的人 不是遇见他的快 而是遇见他的灵 他这个人是被拆过的 外面的人被拆毁 这是基本的事 我们不能一直保守我们的缺点 不能叫主在那里 对付我们五年十年 还是同样的味道 我们总得让主 从我们身上打出一条路来 这是主对我们基本的要求 不能被撤毁的两个原因 为什么有的人经过多少年的对付 还是那么一回事呢 有的人意志强 主能把它拆掉 有的人情感强 主能把它拆掉 有的人思想强 主也能把它拆掉 但是什么有的人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有被拆掉 我们相信有两个最大的原因 第一 是因为他们住在黑暗里 他们看不见神的手 神在哪里坐 神在哪里拆毁 他们并不知道是神做的 他们缺少光 他们没有活在光里面 他们所看见的事只是人 他们只看见人和他们作对 他们只看见环境 以为环境太坏 所以总是坏环境 但愿神给我们一个启示 看见这是神的手 跪下来对主说 这是你 这是你 我接受 我们至少得认识 那对付我们的手 是谁的手 至少要认识那对付我们的手 不是世人 不是我们家里的人 不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那还是神的手 是神对付我们 我们要学习像盖恩夫人那样跪下来 来倾他 倾那只手 宝贵那只手 这是光 这是光我们总得有 我们必须看见 凡是主所做的事 我们就接受 就相信 因为主所做的事 没错 第二 是因为他们太自爱 自爱的人被拆毁 拆毁的一个大主篮 大篮主 我们必须求神除去 我们爱自己的心 当神要把我们那个自爱的心除去的时候 我们要敬拜 敬拜的说 主啊 如果这是你的手 就让我从心里接受 我们要记得 所有的无会 所有的不平 所有的不满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私下的自爱 因着我们私下自爱的缘故 所以我们在那里面 那里想法只拯救自己 这是极大的难处 许多时候发生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又在那里想拯救自己 ok 到这里面 然后 我相信这些经历 他分享的那些经历 都是你我的经历 我不用多讲 ok 可以读下去 上了十字架 而又不喝苦胆 调醋的人 才是认识主的人 许多人勉强上了十字架 还是想喝苦胆 调醋 来检听他的感觉 凡说 我 凡说我付所给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的人 就不喝苦胆 就不喝苦胆 调醋的杯 他只喝一个杯 不喝两个杯 这样的人是完全不自爱的人 自爱是基本的难处 担任主 担任主今天在我们里面说话 担任我们能够祷告说 我的神啊 路都是你 都是出乎你的 出乎你 你这样做没有别的 只要达到你的目的 好事 飘了一行 是啊 我的神啊 我看见的这一切 嘿嘿嘿嘿 你要带死我们是吗 真的 我看见 我看见这一切 都是出乎你 这过去这五年 过去这十年 过去这十年 对 我所有 我所有的路都出乎你 你这样做没有别的 就是要达到你的目的 好事你的生命 能从我身上活出来 但是我愚昧没有看见 因为我自爱 做了许多事来拯救我自己 所以担援了 担入了你的时间 今天我看见你那时候 我愿意将我自己 奉钱给你 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里 看见 盼望 看见窗口就伤口了 没有人能像被打碎的人那样美丽 一个刚强的人 一个自爱的人被神打碎之后 就显得美丽 我们看就业里的雅各 他在夫妇里 母妇里就已经一个歌 但是我们两次了 太坏了 母妇里一把 你们都 母妇里 母妇里 就已经一个歌相争 他是一个调皮 鬼杂 多几多母的人 可是 他的一生充满的痛苦 少年时就逃到外面去 二十年之久 受拉班的欺骗 心爱的妻子拉结 终于死掉 心爱的儿子 叶瑟被卖掉 过了许多年 变亚敏又被扣留在埃及 他七二连三的被神对付 他遭遇了许多不顺利的事 他一次被神击打 两次被神击打 可以说 可以说雅各的历史 就是被神击打的历史 雅各经历了许多的对付 他这个人改变了 他到末了的几年 他真是明亮得很 他在埃及回答法老的话 是多么壮严 他临终的时候 扶着帐头敬拜神 是多么美丽 他为他的儿孙们祝福 是多么的清楚 我们读他末了的一段历史 我们要低下头来敬拜神 这里有一个人成熟了 在这里有一个人是认识神的 雅各经过几十年的对付 他的外面的人都拆毁了 他到年老的时候 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 我们各个人都多少 都有一点雅各的性格在身上 或许不止有一点 仍是有不少 我们就是盼望主在我们身上 打出一条路来 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到一个地步 让里面的人忍出来 能看见 这是宝贵的事 这就是服侍主的人的路 是这样我们才能服侍 是这样我们才能带领人到主面前去 是这样我们才能领人认识神 其一的没有带多大用处 道理没有多大的用处 神学没有多大用处 光有圣经的知识有什么用 只有神能从他身上出来的人才有用 我们外面被击打受对付 经过各样的遭遇 留下窗口在我们身上 留下伤痕在我们身上 就能让里面的灵从我们身上出来 我们怕遇见有的弟兄有的姐妹 整个人还是完整的 从来没有受过对付 从来没有改变过 求神联明我们 把这条路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 给我们知道这是唯一的路 没有第二条 并且也给我们看见 主在过去几年 这十年 这二十年 在我们身上 所有的对付都是为着这个 目的都在这里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轻视 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愿意主 真是给我们看见 什么叫做外面的人被裁毁 外面的人如果不被裁毁 所有里头 所有在头脑里 都是在知识里 那就没有用 看望 就给我们一个车里的美服 CAMERA 第十四章 如何有效地用方言祷告 似乎教会真需要一些 针对如何用方言祷告 现实且实用的教导 所以 让我提供你一些基本纲要 有效地帮助你 在你自身 自身的信心上 照顾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不是你祷告 多大声或 多小声 常常有人来问我 罗伯森弟兄 你是如何用方言祷告的 我就简单地回答 我就像这样祷告 然后我示范 安静地在我气息里 祷告 但你不要大声地祷告吗 不 并不长 我回答 神并没有听力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大声祷告 祂也不会紧张 然后有人问我好吧 那 真战的方言呢 我问到 你如何做呢 那人就是犯 几乎是用方言尖叫 为什么你对神说话 要那样哄叫呢 我问 我以为我是在对魔鬼说话 不 不是的 克林多前书 十四章二节说 你是对神说 如果你要 你可以那样大声祷告 但我告诉你 不久之后 你的偏挑 偏淘 偏淘 线 偏淘线 就会开始 唱哈巴 唱巴巴 到第五号清唱祭 你会破坏那些 扁桃线 所以 就有一群人说 除非你用真战的方言祷告 否则你像神的 说的方言 祷告是没有用的 他们 用方言尖叫那喊 以为他们是在针对魔鬼 但重点 不在意你方言祷告时 是大声或轻声说 你用方言喊叫 不会比你在气息里方言祷告 能为神的伯介出更多伯子 因为提供这些言语的是圣灵 你并没有创造这言语 这语言 而是他创造的 而且 如果圣灵是这语言的创始者 他必总是充满能力 敬拜也是一样 不是你大声或多安静的敬拜 而是每一句敬拜的话语中 你全人倾倒了多少 当你的思想跑到某个地方去分析问题 你不能真正的敬拜神 当我最初开始到各地 不是我经常在汽车旋 旅馆的房间里来回走 在圣灵里祷告 我当时对于祷告 能来是无知的 所以我会尽量大声力 大声地方言祷告 我以为大声一点 会使我的祷告更有能力 我还没有学习到神不是荣子 而且他可以在任何地方 听到我任何声调的神祷告 之后我才领悟到 圣灵的超自然言语言 从我口中发出的那一刻 就是传递给神 不管我是轻声或大声 都没有什么差别 从我灵里说出方言的话语 乃是相同的意思 因为我正以神说话 OK 暂时了 暂停了 来看 来这里 所以我们祷告方言 是要大声很小的呢 小声 对吗 啊 方言吗 小声 是大声对还是小声对的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哦 然后这边 这边 那我们对大声的人讲 是怎样的看法 不错 全国的国外的秘密 这样的人你怎样说呢 要看时候 看时候啊 什么时候是应该大声的 哇 你这样讲也是异端了 怎么要看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大声 没有那个话 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讲大声的那种 那种渴慕 那都是没有办法的 哦 你这样也是很危险的哦 所以我要 你看啊 这本书很好 来纠正你们一些的观念 你说 如果圣灵感动他要大声 那圣灵感动他要大声 他不能没有办法 这有点好像是邪灵充满这样 这就会对的 可以控制 对 在于你 在于 神灵在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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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于 对的 重点 我喜欢这个作者 他很biblical 就是很 所讲的东西很 恶福圣经的讲道 他说 当你讲方面 都是对人说的 你也不是对环境说 你是对神说 对神说就没有 没有难处了 就没有问题了 你讲大声也没问题 你讲小声也没有问题 但是路高开胆多了 不要像我以前这样 我五點就起來禱告 我禱告的方言是很大聲的 隔壁鄰居都會聽得到的 我以為就要恨屬你 但是你覺得破屁就沒改了 破屁? 吃雞便 吃雞便 看到沒有 我覺得聖理感動你 你都這樣感動 聖理感動你對嗎? 聖理感動你是對 但是你朝到別人是不對的嘛 對 會別人著想 會別人著想啊 我把我經歷告訴你 我早期禱告 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麥克林 你的聲音這麼大 念來的方言禱告 我喊禱告 我喊髒言的 你看我未來 近這十年來我才沒有這樣禱告 你很少看到我很大聲 喊大聲的禱告 因為我覺得 你大聲裡面也有經歷 有經歷 當然是有經歷的 因為你把 你傾倒你的靈出來 但是你沒有趕到別人 這也是錯的 這要看別人 不是對和錯 你能打對 但是你大聲有什麼作用 這個人 這個人問的人是 他認為說 你大聲祷告 像個魔鬼 這也是錯的 因為祷告 重點 我們回到一個經文 放給祷告 你是像神說 你不是像個魔鬼 趕鬼說 沒有用的 因為對他沒有用的 你是像神說 OK 我們繼續下去 對 這缺的什麼是必要的嗎 你也許 你也許 會問 如果我在聖民裡祷告 並沒有 這缺會怎麼樣 畢竟在雅各書 也許不是說 畢人的這缺的 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的功效 是的 確實是這樣說的 但雅各在這一切 這一切所說的是 有關信心的祷告 信心的祷告是發生在 當你面對生命中的一些 那些三瓶桌 三瓶啟 而當你的瓶戈裡有 足夠的力量來 坚持妳的力量 對抗 對抗地獄或其他任何的 對予 知道那三瓶洞 spells 這類缺的禱告 是大有功效的 那如果你還沒有 度夠的 每一部的品格来这么做 在圣灵里祷告会帮助你 带你到一个地步 你能够坚定立场 知道你得着答案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正确的方言祷告 都没有关系 那只在与神正在你灵里所做的功 举例说有时候当我用方言祷告 圣灵在我灵里强力运作 而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和什么争战 但是当那强烈的吹处离开时 我就让他离开 我信靠圣灵带领我 他知道我在祷告什么 但我并不停止祷告 我只是回到在我气息里安静的 安静地祷告 第二点 祷告到平安的状态 我额克拉和马州豪沙士 我所牧养的教会里 我们固定聚集一起做团体的祷告 在这些祷告会中 我常常要每个人坐下来 把他们贴在椅子上 他们不应该做什么 黏在椅子上 他们不应该做什么 只是坐在那里用方言祷告 在这些年里 这些人很困难这样做 因为他们的肉体仍然很活跃 他们甚至不能坐着 在圣灵里祷告两小时 而没有移动 很明显的 他们并不很熟悉自己或圣灵 有时候我在祷告中 进入了这么平安的状态 以致我 刚刚躺在地上 二或三个小时 一切是这么的安静 我省自不能移动 在这些时候 圣灵开始从神的话语 教导我的我事情 而他所启示我的真理 是这么清楚明白 这在圣灵里 是多么美好的地方 但大多数基督徒并不知道 任何有关这个 透过方言祷告 所能达到的完全平安之地 他们从来没有在祷告中 停留的够久 来熟悉他 你会反对 走路时用方言祷告吗 罗伯生弟兄 不 我并不反对 边走路边祷告 但会有那样的时候 最后要在祷告中学习 锻炼自己 并要熟悉圣灵 而常常这些最能够达成的 是借由当你的灵在方言里 祷告出基督各样奥秘的同时 尽可能地保持你身体 尽止不动 有问题吗 他们从来没有在祷告中停留 停留的够久来熟悉他 这个要求 那时候我们要祷告 我们祷告之后我们请几下 不是 就是要祷告 你看一个人不能都留 如果人 这里我要稍微讲 如果祷告是一件工作的话 我们是很可怜的 我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祷告是跟神在一起 跟神精进 进入神的同在 如果你不能在神的同在里面久 那不是神的问题 也不是祷告本身有问题 是你这个人有问题 我们只会嫌不够 不够 不够多 也不会嫌太长 一个人来到祷告 或者来静待 静在那个机会里头 会觉得 为什么这样长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完美了 那个是那个人的灵命有问题 罗伯森已经到 在本书 他讲到 他 expect每一个人 他们生命 有科目 有追求 能够 浸泡在祷告里面 如果完美这么多 用放脸祷告也可以 我们现在讲到放脸祷告 我们没有讲到其他祷告 我们这本书就是放脸祷告 跟别的东西没有关系 不是一讲半言 一讲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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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熟悉 不是熟悉 不是熟悉 熟悉神的灵 熟悉神的灵 你这样就了解圣灵 你这样就认识圣灵 不是熟悉祷告 不是熟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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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自己亲近的 有 有 有问题啊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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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他讲的东西 有问题吗 有 有吗 有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我们继续继下去了 美云啊 是美啊 好 别来讲 造就并不是感觉 许多时候当人们翻言祷告时 他们在寻找感觉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团体的祷告时 把大家钉在鱼子上 来帮助他们超越寻求感觉 当你用翻言祷告时 有没有任何感觉呢 啊 萝卜 生地 消 噢 是的 不要误会我 当情绪来迟 我欢迎他们 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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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什么在 我灵里建立 建立又建立 直到最后 释放 到我的灵 然后我的情绪 我的魂 到我的情绪 出来 我 当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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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根据 我所感觉 来感觉的 来判断 我是不是 领受到什么 我只是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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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翻言祷告 相信神的话 说 我是在 招救自己 你要明白 翻言世界由 圣灵的大能 在你灵里 产生 而情绪 是在翻言 通过你的 你的魂 时 加入的 那就是 为什么 如 我加入 情绪的你 是你自己 不管你大声 或 亲声说翻言 都不会使你 祷告的结果 有一点点不同 我早期在 圣灵里祷告 以为 如果我指头 没有妈妈的感觉 妈妈的感觉 或是没有 生到某种 情绪 程度 程度的 高 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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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 就可能 是我的 祷告没有果效 然后 我经过一段 时期 每当我用翻言祷告 情绪的增长 就在我里面 开战 我几乎是 犯事祷告 犯弃 犯弃 祷告 因为我认为天堂 已经关闭 来反对我 我是已在祷告中 没有有经验 到情绪 来判断自己 是不是 接通了天堂 现在我知道 遭救并不是感觉 在圣灵里祷告 是比我们的情绪更深一步的 情绪是属于我们魂的层面 但能力和遭救是属灵的层面 等下 阿玲教训 圣灵神是在 方圆祷告时 越过我们的理性 那是 刺破我们 主肉体的骄傲 我们可以 可能在圣灵里祷告三个小时 而神却没有让我们 进入我们 我们真祷告的 举例来说 有一次我和一个古 墨西哥的遗像 我就在圣灵里祷告又祷告 想要得知这一项何时会释现 我惨着神 问祂为什么 不告诉我更多 有关我的遗像中所看到的 即将来的复兴 请告诉我 我所看到的机会是什么 我祷告着 指示我 我该做什么 终于有一天早晨 主打断我的祷告说 如果我用英语告诉你 我对你的计划 你只会搞乱 他是对的 因为后来 当我发现要对付 怎样的代价 来完成 他要我在墨西哥做的事 光是来处理 我就需要很多 格外的造就 所以方圆祷告是比你 情绪的沉默更加深入的 多是来自你的灵 你的生命建立在这根基上 也是圣灵被开派来滋养 教导 并遭救你的部分 那并不表示 你总是会享受美好的情绪 但遭救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藉由你听话成为你所听到神的话 是神的话在你生命中立下标准 对 暂停 明白吗 那很多人呢 很危险 他们在导 在方圆祷告的时候 在寻求感觉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那我这个作者 也包括我的立场 我是要帮助你们 当你在寻求感觉的时候 不能寻求一些经历来 每次 哎呦我都不想方圆祷告 方圆祷告没有意义的 就是这样讲不了 那 他是朝银的感觉 圣经讲 当你用方圆祷告 你就是在遭救自己 这是上帝的怀疑 你信 你就得着 你不信 那是你的事 他还是上帝的怀疑 每一当你 每一开口方圆祷告 为什么我很看重方圆祷告 多过你们用 你们用那些悟性祷告 因为我觉得你们悟性祷告 有性的 你们 但是我很常常看到的情况 就是你们喜欢 就是在敬拜的时候 还是怎么样的 你们祷告方圆之后 一定要转回悟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不知道方圆祷告的重要 你们没有看到方圆祷告 比悟性祷告更重要 而且你悟性祷告的 你所知道的是有限 所以你祷告的东西 也是这么有限的 你好像你可能现在我祝我 把这个机会交给你 你知道你是这么多而已 你每个礼拜也是这样 祷告而已 对我来讲 他变成一种形式了 所以对我来讲 每一个礼拜你祷告一模一样的 这样我好像我 这样我没有办法 我要为 我要为 那个什么 那个受风险祷告 我几乎每 你看到我几乎上台 那个祷告 那个感恩祷告 它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我的悟性 只是这么多而已 看到没有 我要让你看到悟性 并不是我不排除悟性 但是你的悟性是有限 方圆祷告是在你灵里祷告 你灵人比较清楚要些什么 那你脑袋清不清楚 没有关系的 我没有兴趣你脑袋清不清楚 上帝也没有兴趣你的脑袋清不清楚 因为你上帝不需要向你交代 但你的灵人需要跟上帝接近 你的灵人需要整个方圆祷告是上帝的方式 悟性祷告是我们的方式更生 上帝讲话 明白吗 我讲到这里明白吗 方圆是上帝给我们的方法去跟他讲话 你要用哪个 两个都要用 但是更要正确的用是方圆的祷告 而且方圆祷告 他说我的零 我的悟性没有火效 我的灵 我的灵 却造就 却造就我的灵 所以你的灵 你怎样装备你的灵人 就是要用方圆祷告 你不需要你神学的观 神学观有多强 你不需要你认识圣经有多少 但是你灵人祷告是必要的 为什么很看重方圆祷告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一天 最少要一个小时 如果有更多我会更好 但是我实在我没有 我知道我没有时间 但是我感谢神 我在年轻的时候 还在读书说 我有这样的根基 我一天祷告七八个小时 我放你祷告 我的根基已经立好了 所以我需要你 我希望你们的祷告 要方圆祷告 用多多的方圆祷告 那 我用我理解而我简单 能够让你们明白的 每一次你放你祷告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 看了整个方面 你每一次你放你祷告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肉体 把你的意志 把你的情绪压下来 让你的灵人爬起来 你没有时间这样做了 只有 除了 方圆祷告的时候 因为方圆祷告 你不用想你这样 你这样祷告的 你去relax 你甚至可以一边 一边做东西 一边 你最free的 上帝给你 最简单 你的三千小孩子 也能够做得到 只是平静心去讲 而且 而且呢 你方圆祷告的时候 你能够 让你很清楚 你 其实啊 你的灵人 明不敏感属灵的事情呢 关键在哪里 关键你 方圆祷告有多少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会知道 那个人的事情 不是我知道 因为你 方圆祷告 我方圆祷告 我发现在 我方圆祷告了 更多 我的灵人 也很明 很明 我的灵是很明 敏锐很敏感的 我看到那个人 我不认识的人 我也知道他的状况 不是我 因为我有先知的人 是因为我祷告 放你祷告而来 所以 所以 那我早期也是这样的 我跟他 我跟他有相似的一个情况 我 我会感觉到 那 我已经 已经感谢神 我已经念到 念究到一个程度是 我已经不靠感觉了 我早期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 我早期 会祷告到我的手 我就感觉到我 圣灵来了 圣灵的存在 如果你一直靠这些感觉 是很危险的 一天你手不麻的时候 就完了 一天你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完了 你就不能服侍神了 所以 我 我是有一段的时间 是要超越这个感觉 每次 我感觉到妈妈说 我就 赶快赶快 这边来 我按手给你们 真的有事情发生的 这是恩高 是恩高 没错 但是 我不能每次都靠恩高 我不能每次都是 这样 来 这样 这个感觉 我如果没有的话 到今天我服侍人 我服侍 教会 服侍人 我已经不靠感觉 我不是感觉到 圣灵有没有在 我才去做 我很肯定的 圣灵有在 因为我已经不靠 那个感觉 我已经不感觉到 圣灵有没有在 但是我 我就满心的圣灵 他在每个季度 我相信他做苦 我相信他 但我 我期待他做苦 他就 他就彰显 他就做 真的是这样 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特别的体制 来做其他 的东西 是放言祷告 放言祷告是唯一 上业仆人 一生里面 能叫死人复活 二十七个 二十七个死人复活起来 他曾经讲过这句话 这句话很 让我很永远记住这句话 他说 I start up in the flesh But I win up in the spirit 其实我从肉体开始 肉体的 肉体的状况的开始 但是我在灵里面翱翔 你必须 放言祷告是让你突破这个 肉体的状态 你可能刚刚跟你老公吵架 刚刚你的生意还不成 可能你很累 可能你有很多的状况 你很不舒服 你必须放言祷告 他突破那个肉体的情况 你就能够达到零的境界 但是很多人的问题在哪里 很多人的问题就还没有突破到那个肉体的时候 他就放弃了 没有坚持 为什么祷告 这类作者讲的 我明白他讲的我 为什么祷告放言祷告 你要你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然后你熟悉圣灵 就是这样的情况 要你突破那个肉体的界限 突破那个情感的界限 突破那个浑度的界限 突破你脑袋去 我告诉你啊 不要讲放祷告 就和你坐下一个小时 你的脑也是到处来飞的 等下电话响 等下啃他四百贼的 对吗 不容易做到的东西 但是放你脑袋是让你超迷的 一个好的动作 诶 有问题问吗 还是要反驳我的吗 你怎么这样讲 给我读啊 敬拜的角色 所以 招就不一定是包括我的情绪 如果我要感觉 就要敬拜 因为那是被设计带来 我所需要的虔诚的情绪 会要巩固我魂的层面 你在试炼当中不能做些什么 做什么比敬拜更好的 敬拜支持你 兼顾你的情绪 得胜利经过熬炼 然而我不 你不要只是在困难中被支撑 你更要深入神里面 从中得着释放 Amen 这是圣灵的工作 也是方言祷告的用处 因为一切永久的改变 是从你里面来的 那就是为什么雅各说 你烙在各样的试探 试探 思念和思 思念和思念中 都要算为大喜乐 要在你的苦难软弱困惑当中喜乐 只要算为大喜乐 当你把一切的注意力转向神 在赞美敬拜你的天赋中 释放你的情绪 那股喜乐 会坚固你的魂的承练 也就是魔鬼喜欢 来反对你的部分 那 你要情绪 你要感觉 I feel good 那种感觉 敬拜 不是在方言里面 敬拜 那上帝不是一个 上帝是强调灵人的 他也照顾到你的魂 要不然如果魂不重要 你心不重要 他就不会知道你一个人是有情绪的 人没有情绪多好啊 大家都不用吵架了 但是人是有情绪 上帝创造你有情绪 他也创造你有感觉的 但是他也照顾到你感觉 敬拜是最好的感觉了 用你的全能 全心啊 投入啊 倾倒啊 所以敬拜的时候 是最释放你的情绪了 最释放你的感觉了 你对神的对干 从敬拜里面讲 知道我 神的我要你神 我克募你 是最好的方法啊 那如果人家插头啊 那所以他不能经历 他一定要很理性 也不要太野啊 你要想看我不好 不能释放 不能释放 是你的问题啊 敬拜是一个很重要的 OK 有问题吗 所以敬拜四二天 就是刚才一讲 可以隔的去拿进方 好像要查查 宝告不可以改 有些人他这个 就是被招式这样子 那些人抓住 我没有反 我没有反对 不是 我不是 我不攻击那些人 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 我反过这样的说法 因为 我用很简单的东西 很简单的东西啊 就算你的老公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很冷静的人 他怎样表达他的爱 没有 因为他爱我的 其实他很冷静的 他什么都不做 就坐在那边 他其实很爱我的 你能接送吗 不能接送 有反例 有这样的 有些人会放到 煮油啊 是 是 所以只是说 买东西给你吃就行 是 多和少 也是有 不可能完全没有的 是我敬拜他是爱神 他是坐在那边 他不会表达 他是去车的爱神 那些人是 没有经历 还没有真正经历 还没有真正经历 上面 你大一个人 不可能你没有反应的 你说我是爱他 但是我 我什么都不错 就是我爱在心里口难开 我这个 爱在心里口难开的 这程度啊 更难过 难过没有表达 难过表达的人 我爱你 但是我不讲出来 难过 我跟你讲我爱你 爱自己多多爱 你知道吗 我不相信一个爱的 是没有感受 而没有 是我很 我是很爱主的 你只要去表达你爱主 只要告诉人家我爱主 我是很爱主的 但是我 我是这样的 不能 你不 Expressive Express 爱是Express的 对上帝的那个敬拜 也是Express的 如果你说我是不能Express的 那是你的 你的 你有某一段的东西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讲啊 你不一定赞成我讲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你看 我觉得爱是 什么是爱 是有emotion的 这样子要讲 爱是有emotion的 爱是有情感 有感觉的 你怎样常常都好啊 如果你 你表达 少像你的爱 Express 我每天都send sms跟你说 我爱你 我爱你 一天send sms 对你有没有感觉 因为就是 不是爱的表达方式 来吗 你是在讲外表 一定要有Express 我是在讲 有些人很少的 那个外表 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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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说 他不会 不一定要大喊大叫 但是有的 一点点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是因为肯定他的 但没有像你讲 真的是很长的 什么表情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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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会很多 你教会没有 你教会很属灵 我教会很多 你教会有吗 有人 有 什么都不 他觉得来的教会是很 很阳固的 为什么这么这样 不要聚会最好 在楼下就很喜欢 吃喝玩乐 什么就很喜欢 吃喝玩乐 他表情就出来了 所以我就是 会这么小的 这就是我不能 接受的东西 他对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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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不能 他对上帝 不得 打包不平的地方 哪个不投 为什么他可以 对人这样 对神不能这样 那你说 你爱神 这也就这样 不能接受 我完全不能接受 那边有家人 对 嗯 我看过一个 安静的人 冷静的来 知道冷静的来 因为他有感觉 一个冷静的人 阿神我跟你讲 一个冷静的人 来到敬拜神 叫他美神 他能忽然表入 这么爱神 我才接受他是个爱神的人 我换这个角度 给他 这个 我感觉 等等 你也感觉 跟我说 我 我感觉 我反而能接受 这个人是爱神的 我很肯定告诉你 他是爱神的 没有东西能够表达 一个爱神 怎么爱神 别人一样的观念 那是雷俗 那是那个人是 但是我觉得 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符合 不能完成 那个 上帝的解密是 你要尽心 尽心 尽意 爱救你的神 神 这个是怎样讲 你的头脑 你的情绪 你的整个人 是表现出来的 但讲的时候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soul 你刚刚要话 全能倾倒 一般叫全能倾倒 你不是爱神的 这是上帝光的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所以有些人是在 所以你要教导他 他是在 Bang the food of the spirit 那边出来的 好像他敬拜神了 他安静 他的思想很冷静 他心里面很热 你看 他敬拜 他就好像 你可以看见 他的生命有脖子 他出了 虽然 他的表情也好像多 哇 你有生命的脖子 也是一个 可能我 我和你这样讲 我可以理解这样讲 可能他 从 以前到现在 他去的教会 就是一个很传统教会 他不表达的 他不表达的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他有习惯性不表达 我是从小很灵人的 我很会表达的 像我们的教会 就教导我们表达的 你爱神 你表达 告诉神 说我的方式 我足领的方式 而我足领的机会 也是这样的 我教导我的人表达的 这个是一个人 一个人 可是你安静了 你这么想神了 你安静了 可是你会有眼泪 一定有 一定有的 所以有 有些人方式很静 他在那么想神 他没有动静 可是他眼泪一直飘满 因为他是头脑在思想神 那个人 那个人 我鼓励他一个人去敬拜 他们打奖 敬拜也当然是好 我们零人派是ok啦 我们知道 我是五神中 我不是零人派 五神也是零人派 五神中 只要各种极端就是ok 五神中不是零人派 五神中是五神中 好像团统派 他们的表达力又另一种 所以就很难 一个 准备的想法 他们有种事 我没有反对 我现在没有讲对和错 我说 我说我不能接受 一个爱神 而敬拜神 是没有表情 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不能 跟别人说 哎呀就懒着 这边边边边边边 我可以假的 没有想法 没有想法 我完全不能理解 我可以的 可以的 你明白吗 我一笑 我一笑 你得必来到敬拜神 不要再来思想 嗯 我答案我还没有 灵人难了 有没有 这个我是不能接受 因为这个人还没有破碎 看给他破碎 破碎 我可以讲 如何遗嘱花三个小时 到谁啊 那我三个小时 如何遗嘱花三个小时 偶尔有人问我 什么是我所认为 一个人花三四个小时 在神的同在里 最有能力的方式 如果那是他一个礼拜 所有的时间 能够这样做 在许多年的祷告 和等候神 等候神之后 我的答案 筛选 筛选 筛选到这三件基本的事 第一 敬拜和赞美 在供应我们 试炼的 持续间 其间所需要的支 支撑力量 并用我们的软弱 交换基督的力量 第二 先杠神的话语 像我们生命中 需要被挪开的三 说出 疾病或疼痛 财务或折磨 忧虑或惧怕等等 第三 方言的祷告 超自然的言语 不但能造就 并且供应其私心知识 你要明白 并不是你每个星期 来听事奉着 团奖一小时的 一般信念 就会改变你的生命 受高谋的教师和牧师 只能供应一些 需要改变的必要信息 但真正的改变发生 是当你私底下在家时 你向着所面对的问题 应用神的话 你生命的改 你生命的变化 和你私底下花时间 在圣灵里的祷告 宣告神的话 并进化 是直接成证比的 现在这是很重要 不要了解 我将要给你有关 花时间 以神同在的肛要 只是肛要 那不是既定的公式 你必须一日一具地均行 才能享受 天赋的相交 当你在与神同行 同行上发展 这三个方面 只要跟随圣灵的带领 当你这样做 你会享受到一个 祷告 梦想 梦想应的心领域 以及对神同在的强烈 持续意识 OK 停 这章算是读完了 OK 你打开这本书的目录 不是你的时候你不要画 是你的时候你才画 我会去读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十章 啊 四五 七八 四五 七八 四 十 五 七 八 十啊 这些东西 这些章我都会 跟你们探讨的 四五 七八十 对 四五七八十 其他你们回去慢慢读了 我没有开多时间跟你一起读 OK 那 这本呢 不是要卖你的 这本不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打开给你看 这个是我写出 我在放眼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的末世啊 我从来不给人家看的 这个是秘密的 但是为了要教学的 哈 西深一点 一点点 我不应一小部分出来 他秘密一点点 看他的秘密 哇 我不应一小部分出来 我让你明白 为什么放你祷告那么重要 MCMM 这个是 1991年1月9号5点45分 早上凌晨 凌晨 1991年现在2017年 1991年 这是1921年的时候 1991年我还十岁呢 你还十岁 现在2011年 早上 我到我的私人祷告房去见主的面 每天都是如此 我开始地敬拜赞美 因为我已经好几天没有主前进 我感到我的属灵 我的属灵好软弱无力 我只好立刻来到主的跟前认罪悔改 求他来赦免 这几天 我浪费我的时间 在电视电影上 而没有如今祷告 我停顿一阵 等候主的慈爱 和怜悯 包围 此刻 主的话已临到我 如此说 我爱你不必慌 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 人必兴起 二人却被祸患倾倒 之后我感觉到很平安很喜乐 然后我断 我继续敬拜赞美敬拜 对主谈我的心事 忽然我看见一个人站立在我的面前 他穿法衣 他的衣服长置到脚下 他的头发金 他的头发金色 手持着宝剑向下指着 我便开始问主说 这是什么意思啊 稍后我看见剑下出现两个字 审判 顿时我对主说 你可知道 主对我说 你可知道最近发生什么大事 我想了又想回答说 主我不知道 但是主如此 重复地问我三次 最后我的脑海才复现前几天 牧师在祷告聚会里 曾经对我们说过 最近东中发生战争 伊拉克以吞并克维特 而美国派四十万美军 驻守 驻守现伊拉克军队撤退 否则将在正月十五号开始攻打伊拉克 然后我对主说 是不是这件事情 主回答说 是的 这战争到最后 我审判也将出现 之后我就把这一项分箱 教会众敌手 还没完啊 过了第九天 十八号一月九十一 九十一年五点五十五分凌晨 这几天我不停地为东中地带来祷告 我不敢求主赐平安 我只求愿主的旨意降临 因为前几天主给我异象将世带来审判 然后我大胆地问主主啊 你可有什么东西告诉我吗 既问完 我看见异象跟前几天的异样 只是那个人开始把圈挤起 挥下砍倒了一棵树 我就继续问主说 这是什么启示 主对我说我的审判就是将一个国家灭亡 之后我只要我从祷告放出来 感觉到很惭愧心想 假如我有更大的信心 主早在那一天就把全部的指示给我看 何必延迟到到今呢 因为我跟弟兄分享的是 假如战争一到审判就会出现 其实主对我说的是 战争一到我们审判将出现 并没有所假如 我又想有时候 实在主会抑制我的信心有多大 他知道我不会确实分享出来 因为我怕到时若没有发生 我将没有面子 所以这异象结果 这异象结果才延迟至今 主才其事于我 伊拉克已经是没有掉了今天 灭亡了 所以我要分享不是不要分享 我告诉你 我有很多很多的经历 当时你几岁了 91年你差不多7岁 20 20多 17岁 27岁了 怎样27岁 他不踩就会 他不踩就会 他不踩 我要分享 我并不是要抬高我的树林 我要分享 我才17岁 我认识主不多 他跟你 跟认识主多不多 没关系 没有大太大的东西 他跟你 认识圣经有多大 也没有太大的东西 当然你有 你有对上帝的话语多 认识得多 对你的经历有帮助 因而你会走黄魔 那时候你是要发言祷告过了 发言祷告 然后之后上帝就跟我讲话 那你又发 你又发言回答还是 又发回答他 那你看我跟上帝的沟通 跟人 什么语言不重要 在灵里面 灵界里面 什么语言不重要 我从来没去问 我从来没去考虑到 我是用什么语言的 我们灵界跟上 我们是个灵人 灵人跟上帝的灵 讲不通通 不是用 用语言 音源是有这里的部分 哦 我讲福建话 跟上帝讲不通 从来不是这个问题的 讲英文不是这个问题的 我从来没想到问题的 意思是说 你用翻译讲 你只在用翻译 你在用翻译 可是你知道 我在印象里面 就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在对话 你看到你在里面对话 所以你嘴巴还在翻译 这样子 可没有 停下来的 方便没在讲 没有讲的 那么你嘴巴没有开 只是看到印象 你在对话 是 所以你看 你看到 你看到是什么 我要把这个 其实我不需要跟你讲这些东西 这很隐秘的东西 但是跟你分享是为了什么 会要鼓励你们 你们只可以跟神交通 上帝愿意把很多的事情告诉我们 告诉弊命 这是弊命还没发生的时候 没有人会相信说 一定伊拉克这么强大的国家 会灭我的 我差不止七岁 人情远 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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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 就是你年轻很 年纪很轻 你讲话没有分量 谁会相信你 人家哪有相信你 但是上帝就选择跟这样的年轻人讲话 因为我相信他 没有人会相信 没关系上帝 上帝会跟那个 找对的对象谈清楚 不是重要的人 然后 我分享出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虽然相信我 但是起码 今天的已经 里面了 这个有些现在不是我很多人偏的 这很久了 cycle了 整分之 还很多很多经历 都写在里面 这个是爱情故事 我跟神的爱情故事 我很多的软弱都写在里面 我没有骗了 直接的 我没有读圣经也写在里面 我爱情也写在里面 我爱情也写在里面 我软弱也写在里面 我软弱也写在里面 所以你不要以为 我们一直都在高高 在上个属灵的那个 嗨 高昂的情况 不是 我也是有低落 我 我不知道爬了多少 拨开了 软弱的 爬过去 爬过去 属灵的生活是这样 不要 又沦漠了 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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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不能 我跌了多少次 我又爬了多少次 跌了多少次又爬了多少次 直到 进到主面 欸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们就 到今天就讲 来